我一个被集中隔离的朋友 他这么跟我说的啊 就是呆得天天都不知道干啥 第一天欣赏风景 第二天打扫卫生 第三天运动做饭 第四天躺床玩手机 第五天就剩发呆了 自己找事干 不给防疫天麻烦 这都是好样的 要是顶峰作案 那就不是无聊这么简单了 要向下面这些人走火入魔 疫情期间敢赌博 以为尿窍的没人知道呢 你这太猖狂了 3月24号 本西桓仁公安派出所的民警 发现一个小区车库里边 有六个人在利用扑克牌聚集赌博 严重违反了县政府的防疫规定 和命令 还人公安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 到该聚集赌博场所附近 严密不空 成功在这个小区的车库里面 抓获了涉赌违法行为人六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处罚法 县公安局对该六人 分别给予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罚你就对了 看你下回来敢不敢 纯纯的顶峰作案 给予罚了 给予罚了